那你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比例的方式 如果你可以用刚刚那个方法 雷同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要能够把这边放大到这边 那前提特别注意 关键点在哪里 这一个四分点的下方这个地方 就这一个点 这个点延伸到这个点 就是这两个元放大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比例部分其实就是一一在这里 一二三 刚刚是写的现在是水平的 那我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 如果说你不会追踪没有把握的话 我建议你先画一条辅助线 从四分点画到下面这边的这个垂直的焦点的位置 然后从这边会有个端点延伸过来这一点 那怎么做 首先也是一样比例 先把这两个选起来对不对 按空白键 再来的话呢基准点一样是这个尖尖这一点 然后呢 R参考 Rinter 再来就很简单了 一 因为我是选这两个圆的 二 三 有没有看到 刚刚好 放大之后 三 它就自然怎么样呢 一样 因为它是放大之后 所以一定也会切 这两个边放大之后 因为我从这边延伸过来 所以它的垂直位置就是四分点的垂直位置 也会刚好跟这个边有没有碰在一起 所以这个部分做完之后辅助线呢就可以怎么样呢把它删除掉 那当然你要你如果不用辅助线可不可以做出来 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不用辅助线 比如说我们这辅助线不要好了 比如说 你也是做得出来 那只是说你要用追踪的技巧 再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准点在这里 然后再来的话 RN 接下来的话参考 1 2的话在哪里 这一点往下追 在这里 点一下就可以了 3的话在这里 一样也是可以 只是说那个第二点的时候 你要先追那个四分点 再拉下来 记得一定要看到那个虚线是垂 一定有十字的两边都有虚线 你不能只有一个一边有虚线 一定要两边都虚线 第三点就点这个也是一样可以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这一题会的话 你那个下一题36应该也会 因为36跟这一题也有点点类似 有点类似